跟我們的副總幹事 跟我們所有的校內的同仁 媒體的朋友 以及我們所有的同學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首先帶著我們國立藤人大學 熱誠的歡迎我們的副市長 跟鐵心公司進化局所有的貴賓 歷領到我們學校 今天是我們國立藤人大學的 年終競得會 我們也是第一次年終競得會 從我們的國際會議廳 然後合併我們的城鎮大樓的中庭來進行 主要是搭配我們今天的智慧型的 供電系統的示範屋的一個展示 那因為示範屋需要太陽能 因此我們就是配合我們的天然的一個景觀 特別移鎮到我們的中庭 那待會呢我們會有我們的 我們的亭新金屬集團 跟我們綠能系的副耀賢副老師 特別做整個系統的說明 那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我們的副耀賢副老師也特別知道我們的學生 國庭在哪裡 我們的國庭同學 還有副耀賢同學 副耀賢老師 那他們呢獲得我們的倫敦國際發明獎的金牌的榮耀 那剛剛在我們的國際會議廳 就進行相關的頒獎跟分享的一個說明 那我們期盼透過這樣的一個產學合作案 能夠將我們學術界研發的成果 能夠提供給產業界來進行產業的一個研發開創的一個面向 那我們台南大學是最早在民國九十幾年 我們教育部就特別指定為綠社大學的示範學校 因此呢對於相關的氫燃料電池 是由我們的環山學院的黃院長來加以協助研發 那我們綠能系的張嘉欽 張主任 是負責我們的鋰電池的整個研發的工作 而我們的副耀賢老師 就是跟我們的太陽能的一個部分 進行相關的研究 那能夠透過研究 然後呢將研發的成果跟產業做相關的一個合作 這個是目前教育部的重點之一 也是我們台南大學非常努力的一個方向 所以我們創新育成中心也跟我們台南市 非常多的產經協會一起進行相關的一個合作的一個試營 那我們期盼透過這樣的一個產學吸手合作 能夠將學術界的研發成果 跟產業界的一個產品能夠做結合 那今天主要的一個示範 是我們的智慧型的家庭供電系統 它能夠在太陽很強的時候呢 進行太陽能的一個轉換 那當太陽光比較不那麼強的時候呢 可以做自動的切換系統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其實是能夠極彩極佑的一個方式 所以呢我們也要特別代表學校 感謝廷新金屬集團 跟我們學校有這樣的一個合作關係 所以今天也有這個示範工的一個監裁的一個活動 那再一次呢 謝謝我們的所有各界的一起協助 那祝福大家 謝謝 謝謝